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恭喜 欢迎收看新春自由行 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芬 今天是大年初三 不知道观众朋友 能够利用这段难得的假期 替自己安排这段难忘的旅程 如果你是可以参加这个电池活动 哪里一定不能凑过 目前当地台南这盛大举办的台湾灯会 当然前往最有文化气息的古都台南旅游 一定要先做功课 有许多精彩的活动以及历史景点 相当值得一游 那么今天节目很开心 邀请到了台南市长黄伟哲 来跟大家分享台南怎么玩 欢迎取得 欢迎市长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恭喜新年大快乐 欢迎来台南 好市长新春吉祥 今年是2024年 台湾历史上最有限的下期 台南即将在2024年迎来建成 400周年的纪念 台南市政府也相当用心筹划了 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我们要请市长来跟我们介绍 大致有哪些面向的庆祝活动 其实台南400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们今天大年出生 你去逛离请兴 大家吃800 你们睡得很快 逛三不用去那儿走 但是看了民事 知道台南很多好的地方 好的外团都欢迎来台南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提到台南300年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出生 台南500年的时候我们都不在 所以要把握台南400 这个里程碑 写历史一定要有你 那怎么写历史 就来参加我们很美不生收的很多活动 譬如说举个例子 2月3号开始的点灯 这我讲是国立 2月3号点灯的我们台南 台湾灯会里面的安平灯区 还有2月24号就是元宵节 被点灯我们的沙伦灯区 这两大灯区就是相互辉应 那怎么相互辉应 第一个安平 你知道台南400 为什么有台南400 1624到2024 那就是当年荷兰人在热兰这城建的这个时候 所以说在安平的地方 也是郑正宫登陆的地方 路尔门安平 这中间路尔门安安区 但anyway 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安平就有悠久的历史 那在安平灯区是非常美不生收 在沙伦灯区 沙伦是智慧绿能科技园区 当初赖清的总统当选人 在沙伦地区规划的 那蔡英文在2016年当总统的时候就开始落实 那所以现在已经建设象征着科技以及未来 所以过去跟未来 那古都跟科技就很融合的交合在一起 建成台湾灯会 所以美不生收一定要来 除了台南四百精彩客棋之外 那今年呢 过年在台南还有一个旅游亮点 就是台湾灯会在台南 魁为16年 再次回到我们台南 今年这灯会呢 听说是美恩就先逢动 登场之后家贫如潮 我们听常常选举的人 一定会记得我们菊姐说讲了一句话 现定有超过10万人了 我告诉你 这两个灯区现定都超过10万人 为什么 因为太热闹太好看了 那有时候我们这个灯区 有很多特色 等一下跟进门报告 但是我们其实 这些灯区都发挥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尤其白天我们还举办台湾国际蓝展 不会让你白天无聊 一直等到太阳还没下山 白天看兰花 晚上看灯花 就美不生熟 同样的地方 因为台湾国际蓝展 台湾的兰花占世界的产量三分之一 那台南占台湾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台南的兰花占世界的六分之一 你看看电视上 那个兰花多漂亮 都是我们台南种植 还有喷染出来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外销的 非常精英主力农产品 而且品种很多 对 所以说你来看 一定让你非常非常留下深刻印象 那整天早上开始看兰花 中午吃美食 晚上看灯花 这个夜里都去逛夜市 多好啊 所以真的都可以安排好了 好 除了看灯花 除了看兰花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顺游的旅游景点 可以推荐给大家 很多 但台湾国际南产展是每年办的 台湾灯会 你看我们上次办已经16年前 那时候我都还小 不是啊 2008年到现在 2020年终于轮到台南办 所以你可以知道 平常我们很多 包括月经港灯节 包括普济灯会 还有包括龙旗空山记 月经港灯节你看 月经港是在我们盐水的地方 是在水面上很漂亮的灯 这是每年都办的 已经办了再十几年 那另外呢 龙旗光节就在山里面 在山凹的地方 顺着那个山市 做的那个非常非常漂亮 像现在看到 这个龙旗光节空山记 也是我们年轻的策展人 做的做出来了 另外你喜欢山 人者要山 喜欢水 智者要水 那但是你也要做一个 喜欢在街道里面 看这普济灯会 普济灯会也是红到 各国红到日本去了 很多 它那个灯笼 日本的很多城市都 东京也展过了 大阪也展过 好几个地方都展过 他们很喜欢 所以说光是这三个灯节 就让你美不生收 而且我刚刚讲 灯会 台湾灯会是很久 才会留人一次 但这三个灯会 都已经是蔚然成风 已经打出品牌 很多朋友们 他们即使没有台湾灯会 他们都来看 对 市场现在看到很多灯笼 这是掘到什么所在 普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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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庙 但是它自主民间 发起的一个灯会 在做了已经打出品牌之后 市府也协力来增加 他们公司协力 来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灯 你看 这个五贵里贵贼的气氛 对 很多朋友都喜欢 很多外国朋友们 来到台湾 他们都指名 要看普济灯会 对 其实有说到这个 月经港灯节 这是已经我们台南 在地很出名的灯会 每年的新春期间 都吸引好多游客到访 但是听说 今年很特别的 就是有英锦 这个数位虚拟作品 在这个巷弄灯区 提供导览 这很新奇 这个很厉害 因为月经港灯节 当年在做的时候 原先是要整治 因为一辅二路 三盟讲你就知道 四是月经 第四名以前很热闹的地方 但是那就是月经港 可是因为 这个变迁 整个地理环境变迁 以前的港 现在已经雍色 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 以前的港 现在变成一滩死水的时候 我们叫整治 整治好了 一边整治 你想说 那你把它整治成一个 漂亮的水域 可是晚上呢 晚上就变成 黑乌鸡妈 就变成灯节 因此这样而来 那今年的灯节 刚刚提到主持人提到 就是3D 还有这个虚实互映 然后它在水面 然后在上了岸之后 到这个 这个街道 盐水老街 那盐水老街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月之美术馆 所以在巷弄之间 你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光影光雕 所以说水面也有 在巷弄之间有 这个是巷弄白天 晚上就变成漂亮的 那个月之美术馆 你看也是由人如知 另外刚刚市长有提到 被网友形容是 全国最美山林登记 龙旗光节空山记 也很烦 今年开店到现在听说 已经几亿万人来参加 很特别的是 配合活动推出 还有一个专属的菜单 但是菜单 现在都在网络上面 形成话题 叫做什么 龙火于尽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 龙旗光节 就是它的开幕 跟霹雳布来一起合作 那就有那个 好像火在烧 在山林街 当然不是山林大火 那既你看 就做这样 非常的漂亮 但是那个 大陆这个创意发想 策展人的创意发想 既然有这么漂亮的 这个美景 美景搭美食 就把龙旗这边 周边的一些特产名产 然后把它变成龙火于尽 然后变成一个美食的 一道好吃的料理 那我想 其实台南有名的 有小吃 我们光是米其林印象的 米其林必比登有36家 米其林入选有20家 加起来56家 你一天三餐吃三家 你要吃了19天才吃得完 那保证你一定来 这个口腹之欲也满足了 眼睛也看到了 美丽的这个光节 那更看到美丽的兰华 所以一定是让你不需此行 而且CP值最高的 对 特朗普市长有说到我们的国际兰展 是2月开始 刚才是关销车开始的 2月24到3月10号 对对对 这是台湾兰华是世界出名的 这次当初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蝴蝶兰 鲜蜜兰 还有文鑫兰 不同的兰华 争奇斗燕 可能有很多人想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部分 市长可以给你介绍 你只要搭高铁 下来高铁站 就到了 那因为我们的高铁灯区 在这个沙伦灯区 就在高铁站旁边 所以说你只要下来高铁 走路的时间 2分钟 3分钟就到了 那旁边呢 就是大台南会展中心 大台南会展中心 就展出了这个兰华 因为它很多 重视很多的恒物恒温 对 所以在室内 那个兰华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有 我们去看日本的朋友 的时候友谊城市 或姐妹市的时候 他就把它喷上日本国旗 跟那个城市的时候 这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这个国旗的颜色 还有新加坡 还有其他的国家的 国旗的颜色 都是每不生说 收到的这个 我们的国际友人 都是非常坚强 哇 怎么台湾这么厉害 我们就把美丽的兰华 跟科技 高科技结合在一起 这不是哪一部 不是哪一罐喷漆喷的 这是高科技 奈米科技去喷的 你看像这个 新加坡的国旗 所以说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一定要来看 那让你不需此行 好 除了满足了 我们的眼睛视觉之外 前几天国节的新闻 就是那个TWICE的成员 周子瑜回来 他专业的这个新闻 回来到我们台南 逛夜市洗温泉 听到他洗温泉 那个温泉好像很厉害 我们的温泉 其实也是超厉害 两个温泉 一南一北 北边的是 关子嶺温泉 白河关子嶺温泉 泥江温泉 周子瑜套餐 对 这个 你这个静分区洗 有一定更漂亮 谢谢 那那个对皮肤非常好 而且是世界三大泥江温泉 对 一个是台南 对 一个是路尔岛 一个是西西里 西西里比较危险 那个教父比较多一点 但你就来台南就好了 所以说冬天在那边洗温泉 夏天也可以 那另外一个是碳酸温泉 在我们南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关子嶺 在南西都有 那不同的温泉 你都可以去洗洗看 尤其最近几天那么冷 寒流又来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洗温泉 帮你这个精神神清气爽 而且皮肤通透 很漂亮 然后吃着美食 看着兰花 又看着灯花 那我觉得其实人生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 好 谢谢市长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要请市长来帮我们介绍 台南有什么必须要教官 必须要买的伴手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新春自由行节目现场 我们慢慢听市长介绍了 很多丰富的瓦丰和经典 当然少不了要来高官 一下这个伴手礼 我们来看 今天市长有带来很多 台南在地的电视伴手礼 在这里有些老日 给的这个拼摆一网 今年好像增加了 不少创新的产品 请市长介绍 其实我们台南一个特色 就是文化 就是文化底蕴 也是它的一些文创 那大家知道 其实台南很多产品都是 大家想到台南 不要只想到台积电 不要想到三奈米而已 其实台南是非常有这个韵味的 然后我刚刚提到文创产品 那我们很多农产品 也是全台湾第一 譬如说 凤梨是全台湾第二 芒果是全台湾第一 文旦是全台湾第一 然后还有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像蜜枣 像很多很多太多了 但是我今天来这边上节目 其实我是带钢会来 为什么 不是怕被考倒 是怕被骂 为什么怕被骂 因为说 你怎么介绍他 没有介绍我 我们这个太厉害 很厉害的文创品 所以太多了 那你介绍了这个就不行 而且我们光是 因为这次我们举办台湾灯会 台湾灯会 还有台南四百 我们的这个伴首领 要征选 来了好几百家 只有这个评审 忍痛 只选出了三十家 三十家 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 你们要介绍 我首先就要 必须要取舍 先介绍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糖果饼干 这么漂亮的 这么漂亮的 我们这个 像这个意象 就是赤坎楼 这不是日本的城堡 这是我们赤坎楼 赤坎楼当年也是 这是很漂亮的一个 这个历史古迹 那用这个古迹 来做一个这个 糖果饼干盒 里面 我不能打开了 但是这个 这个真的很漂亮 你看 所以你吃完 里面的东西之后 把它这个当作 家里的摆设 都是非常适当的 那从这是 你内容也好 那好吃又好 那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 像看看这个 茶叶盒 茶叶盒 就是台湾的意象 对 这都是非常 那从这边 推开来 像这边拉开来 就是 这里面一个茶包 你喝完茶之后 把它放着 就是它的 笔筒 笔筒 这边搓一个洞 就可以 这边 搓一个洞 就可以变成笔筒 好有创意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东西 那它都装在 那个大的盒子里面 金芬 你看到了 有 看到了 就是这个盒子 对 所以说光是这样子 你看 这就非常有创意了 那除了这里面 外面包装好看 里面东西更好吃 像这个 我触目所及 举手所及 就台南四百 你看到 这像马卡龙一样的东西 很漂亮的饼干 这是糕点吗 还是这饼干 对 饼干 有凤梨的造型 有刺坎的造型 有孔庙的造型 还有一条龙 对 就是非常应景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砖布丁 是 你去搜索 就可以看到 台南的红砖布丁 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是花生口味的 太多 它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东山的蜂蜜 对 龙眼蜂蜜 对 这个地方 这是个人包 你有时候去看 一大罐 每天倒倒倒 不想要倒回来 这是个人 这个外带 你打开就是这样子 对 一次性 很方便 所以说 在这边都是美不生收的 对 再过来 这边 细细细细细 你看 可以看到那红色的拔杯 那不是 纯粹让你拔杯而已 就是那个地方 其实那是香皂 对 那是手工香皂 很漂亮 那旁边的披修 它是一个香氛盒 你去滴上香水里面 它就一直慢慢散发出来 是 很漂亮的 所以造型跟它的实用性都坚固了 那旁边 这个是 大家应该知道非常有名的盐水 帅哥蕃茄 帅哥 里面是蕃茄吗 蕃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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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日本的朋友很喜欢 那台湾的朋友也很惊艳的 它吃起来就非常好 所以我刚讲 这边是东山 这边盐水 都是我们的农产品 那这边就是 我们的农特产 叫布丁 很有名的 所以 还有刚刚提到了 那个黑糖 在你前面 那个黑糖 那一罐就是黑糖 那也是我们台南的 因为台南知道 台湾有糖厂 台南有酒座 全台湾最多糖厂的 这个县市 那酒座厂在干什么 就是制糖 当年 人家说 第一说 真甘吃和火虾 什么意思 就我种了甘蔗去制糖 那你再一堆甘蔗进去 到了制糖厂 他就制造出多少糖 值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就是他决定了 所以你很傻 干嘛种甘蔗 可是问题 制糖 那个糖是很高价 台湾外销的产品 在当年 从清朝到日本时代都是 那所以 这边林郎满目的 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 你还能够在那边电视 做那么久 还能够去买吗 我们说到来到台南的社会 台南购物籍 一直是我们 真的外民众 关注的焦点 听说今年这个奖项 同样是很丰富 那么这一届的 最大奖是什么呢 民众到底是如何 来参加这个 抽奖 在抽奖的资格 其实抽奖 很简单 就是说第一个 你买东西 可能会索取发票 是 发票 就可以参加 同意发票抽奖之外 是 你可以跟着 根据那个发票的金额 去上我们金发学的网站 是 网站去登录 对 登录你就可以得到 一组抽奖号码 是 那抽奖 抽奖 你如果消费一万块 你可能一百组 是 如果消费一千块 就十组 一百块就有了 是 那所以说 那你消费一百块以下 就可能就没有 你就并起来 但是这些操作下来 你就可以得到 有抽奖的机会 然后呢 有些人讲说 可是我都去小吃 小吃都没有给我发票 没有关系 你去小吃 还可以 他给你收据 所以收据 他不用扣税 但是你可以 买的人 他可以得到 去抽奖的资格 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不管 庶民经济也顾到了 发票的经济也顾到了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过年 过年前 我们就已经超过65亿了 登录的金额 因为有些人买 嫌麻烦就不登录了 但是有去登录的 有兴趣参加抽奖 就已经65亿 那以前 我们前几年 有抽那个什么 抽房子 对 在疫情期间 对 那现在因为房子 比较贵一点 现在有吗 房价涨了 所以我们 大概就是 就是抽这个车子 油电混合车 也是百万等级的 另外还抽黄金 最近黄金很贵 我们拿出来抽黄金 所以还有抽什么 这个车票 不是 机票 机票 我们旅游的 到美国的机票 也都有 那感谢航空公司的赞助 所以我们一直合作 那希望能够 能够让更多人 喜欢台南 可是很多人 不是冲着抽奖来的 抽奖只是让他 加催化剂而已 增加他的兴趣 但很多的部分 他是因为台南的 这个东西好 我为了抽奖 才能买这个东西 到时候买一堆不合用 那也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是觉得 我们是认为说 你觉得这个好喝 好吃 好玩 这个好喝 你去买 去消费 消费完了 多给你一个福利 除了发票 抽奖之外 你还可以参加 购物节抽奖 抽奖几率 中奖几率也不低 因为我们奖项蛮多的 是 好 最后我们要利用一点时间 请大家启定来谈 新年期许与展望 一定要台南四百很好听 台南的这个创作的歌曲 台南无我爱你 真的我们都是很喜欢台南 台南无我爱你 台南人就是非常纯朴 非常热情 但他邀约你吃饭的时候 不是随随便便 只是跟你随便说说 他是真的说 邀约吃饭 你一个礼拜后两个礼拜 你上次不是来说 来我们吃饭 来台南一定是非常好的 而且尤其是 现在交通这么方便 台南的人文 地理 科技 它的文化 以及它的美食 通通都值得 你一来再来 回头率最高 所以我们的住房率 也是最高的 一定要先预定 你来到台南 才开始要订房间 不好意思 来不及了 你找市长也没有用 没有房间就没了 所以欢迎你要来 是 我想这几年在市场 执政之下 我们台南人的幸福感是很高的 现在一年 现在两年到的 有什么样的新的展望 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 我们希望台南更好 也希望台湾更好 就像我们今年的台湾灯会的主题 都来台湾 都来台湾 都来台湾的时候 也会记得都来台南 来台湾以后 也要记得不要忘记台南这一站 因此呢 台湾 我们台湾灯会 我们台湾国际篮展 我们安平灯区 还有台南原来的月经港灯节 还有这个空山记灯节灯会 普记灯会 还有许许多多 大家不要忘了 元宵节的时候 盐水风泡 动静间 你要热闹的盐水风泡 要安静的月经港灯节 通通欢迎你 来台南 都爱来台南 很多美景 你值得是一看再看 绝对 不需死刑 那你看看光是 不仅是我们台湾人喜欢 连国外的媒体都注意到了 像CNN 它是全球性的媒体 它推荐24个 2024年 全世界最值得去看的地方 台南是台湾唯一入榜 而且它讲说 这个台南就会让你 它的美食 它的美景 就会让你一来再来 CNN是这么说的 之前在前一个多月 两个月 National Geography Traveler的部分 英国的国家里杂志 英国版 它也推荐台南是全世界 30个最酷的景点 它没有讲 它当然里面有讲美食 它说 不会像是有些城市 只是高楼大厦 它是台南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但是它有太多的美食美景 值得你去看 所以它是说 全世界最酷 2024年全世界最酷的 30个景点 国家地理杂志肯定 CNN肯定 外国人都这么肯定 国际媒体都这么肯定 你能够不来吗 好 台南市政府 第一个年特别筹划了台南400系列 今年活动 2024年将开启新的一页 接着一整年的文化艺术活动 相当的丰富 市场我说过 台南要诠释过去400年 走过的这个足迹 并且打造未来发展的方向 需要大家做回来 赏台南 都来台南 感谢我们的黄伟哲市长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祝大家新的一年 吉祥富贵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市长 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